大陸H7N9疫情不斷的增加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碰觸 请鸟类动物 但是也要提醒你 其实如果当你触摸完动物之后 也应该要多洗手 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潜藏 有许多人畜共通的疾病 超卡万一的红贵兵 一出场就成为众人目光 扔香抢着要和他握手拍照 但是和宠物越亲密接触 就越要注意 和宠物玩耍完以后 你洗手了吗 台大动物院就表示 借由宠物传染给人的疾病 最严重会导致呼吸道 病变的钩端螺旋体 还有乌龟身上带圆的沙门氏菌 以及猫抓刃造成的淋巴腺肿大等等 旧医师曾经看过 有年轻人被野猫抓伤后 一下伤口就肿成一个鸡蛋 这么大 细菌性的 病毒性的 还有黴菌 借着它的皮毛 到一些人的身上来 大概主要的是这样 呼吸道 还有消化道 还有一个皮肤上面的问题 而最近H7N9流感疫情蔓延 位于中东的沙奥迪阿拉伯也传出 新型SARS确诊案例大幅增加的消息 死亡率甚至还高达6成4 目前看起来都是从动物身上 或青鸟身上传到我们身上来的 我们在处理这些动物 接触这些动物的时候 忽软到我们的双手 或者是他们的分秘物 喷溅到我们的口腔 鼻腔的部位 然后造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院长表示不管是疫情 或是人畜共通疾病 掌握好洗手时机 做好消毒清洁工作 疾病就不容易找上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